100万 200万 300万 三车库的全新房只要300万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位于列治文山 Fayville和19街非常好的一段Red Oak的一个尾盘 房子的外力面非常大气 石头加砖头的设计 然后深色的窗户 占地非常的宽 三十四米大概约等于大概110尺左右吧 里面总有五个卧室的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房子得益于它的面宽的设计 所以一进门呢 它的都是这种双开门 然后整个Hallway呢也是非常的宽 然后一边是它的客厅 另外一边是它的餐厅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客厅吧 一进来的会客空间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这种Bay Window 朝着它的前院 所以采光是非常好的 一楼呢 虽然整个地面呢 它都是做了这种 这种Engineering Hardwood的 而且是做了这种人字拼 所以整个设计上看上去来呢 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楼梯间 通向二楼 它把它的Office呢 放在它的角落里面呢 非常的安静 在这里面呢 像这种大房子呢 所以它整个空间的分布呢 会是非常的合理一些 我们从Office出来以后呢 这边是它的Mud Room 这个道门呢 是通向它的车库 三车库啊 大家喜欢车的人士呢 一定会选择这种啊 三车库的独立屋 然后里面呢 它也是同样做了柜子的 大家进来以后呢 可以把鞋子啊 衣服啊大衣都挂在这边 我们再从Hallway这边走过来呢 它的餐厅 餐厅刚刚和客厅这边都是对应的 差不多的类似的设计 也是有一个bay window 一楼的10尺啊 所以它窗户会是显得比较大的 然后powder room放在这边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厨房和家庭厅 家庭厅呢 这边也是同样顶上呢 做了这种waffle ceiling啊 非常多的射灯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煤气的壁炉 而且做了这种precast的 整个mento的 厨房呢都是用了现在 我们上次给大家介绍 48号heaven roll 类似的这种slim shaker啊 非常的漂亮的简单 现在没有人再用这种race panel了 电器呢 它都是built in的 双开门冰箱啊烤箱啊 然后这样它的微波炉 煤气的炉头 整个它的石头台面呢 都是这种啊升级了的材料 下面的柜子呢 做了这种two tone的设计 双色啊 下面的也是圆木色 然后去搭配它的地板 然后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啊 这储存收纳的pantry啊 可以放置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这边架子已经给大家做好了 这边是它的一个双盆 然后一个窗户对它的后院 那我们这边来给大家看看它的后院吧 有一个小小的啊 deck在这边啊 但是为什么这个房子啊在这好的地段只需要三百万呢 其实还是有它的原因 因为这个房子的lot真的是非常的短了 如果是家里面不喜欢打理后院的话呢啊 这个你是不会介意的 但是如果大家平时呢 想孩子有个玩耍的空间呢 可能还是想要一个啊 比较啊大的比较深的后院的 上来二楼呢 它这个楼梯呢 做的也挺漂亮 都是现在这种升级过的啊 大概是这种啊 粗一点的方柱子啊 然后这种扶手啊 我们先看看它的主卧 二楼一共是有五个卧室的 家里人口多的话呢 是非常适用的 那么主卧双开门一进来呢 这边它是有一个 啊walking closet 然后这边呢 是它主卧的洗手间 刚刚一进来的时候 觉得为什么主卧只做了一个洗手盆呢 非常不合理啊 结果呢 原来是它在这边 另外还有一个台面 另外一个洗手盆是做的这边了 然后后面呢 是淋浴 然后这边有一个独立式的浴缸啊 可以对着后院的 整个设计呢 依然是这种浅灰色啊 这时下非常的流行 主卧的尺寸呢 也是非常大 而且非常的方正 有二楼是有九尺的顶的 有两个窗户对着后院 另外呢 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女主人的walking closet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面宽的 所以这边有好几个房子呢 都是对着前院的 这种前院的采光呢 会是非常的好 我们这是看的其中第一个次卧啊 它每个卧室的尺寸都相当不错 而且有自己的walking closet 然后另外的四个卧室呢 每两个两个是share一个洗手间的 我们这边呢 是一个共用的洗手间啊 双洗手盆 台面呢 都是给大家已经做了升级的 是用十英时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第二个次卧 同样一个大窗户呢 都是对着这个前院 这二楼的走廊这边呢 是有它的洗衣房 这边是它的第三个次卧了 依然是对着前院啊 采光真的是没得说 这个房子 所以说为什么在多伦多 面宽的房子呢 会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 这边是第三个次卧 那四个次卧共用的洗手间啊 里面呢 是有它的淋浴 第四个次卧呢 稍微啊尺寸有点小 然后它是对的后院的 那么下来basement以后 这个landing的区域呢 开发商已经给大家做好了 因为它的地势呢 后院比较低 所以它是一个walkout的basement 从那边的双门呢 可以走出去 因为它的整个落的还是比较宽 所以它basement的空间呢 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的 楼梯摆放的位置呢 也比较合理 这边的话 可以大家做一个啊 家庭休闲娱乐的空间啊 电箱呢 是放在那个角落上了 这边是它的冷房 在这个区域呢 因为它的这个地下的ruffin呢 是坐在这个区域 和它的furnace啊暖炉放在一块 所以以后的啊 这个洗手间呢 大家可以大概放置在这个区域里面 再靠后院的这边呢 因为它是非常多的窗户 所以啊 采光会比较好 这些地方呢 大家可以另外再做一个隔断呢 比如说做个健身房啊 可以对着后院呢 大家一起跑步啊 听歌啊 看着外面的户外的景色 在楼梯这边走过来以后呢 你下面可以做一些storage room啊 放一些杂物 然后这边这个空间呢 也还不错的 可以作为一个客房呢 或者是它的另外的第二个office 因为毕竟经常有夫妻俩在家上班嘛 互不打扰楼上也是一office 楼下另外设置一个office 这边有个非常大的窗户 今天给大家看的房子呢 其实是red oak这个项目的其中的一个尾盘 位置相当不错啊 位于Alg Mills和Bayview的交界处 咱们华人基本上是喜欢 沿着Bayview和Leslie这两条街居住的 生活十分方便啊 马路对面就是Holy Trinity这个私校 然后呢 你开车呢 如果送孩子读Richmond Green的高中呢 那么也就是在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的 然后这边呢 去高速404的入口啊 以及404旁边的这个Costco购物呢 也是十分方便的 如果大家平时想在华人超市购物 那么可以去样和Alg Mills新开的华人超市 再远一点的话就是啊 样和Velger 其实距离都不是很远的 这个red oak项目 其实发售已经有一两年了 全部的已经基本收傲 这个是其中一个尾盘 如果大家想再要买新盘的项目呢 在旁边呢 今年可能下半年的时候 会有一个啊 叫做Richview High的项目啊 出来 那么它的开发商也是相当不错的 Aspin Ridge啊 Country Y啊 这几个啊 所以他们打造的项目呢 基本上呢 这些啊 它的室内的finish啊 和装修的配置呢 都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到时候等新盘出来了 再给大家做更新吧 好的 那么今天视频就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